你怎么那么短重感 没脖子我是衣服 我得偶连出来啊 我可以 走 好啦 拜拜 找到的 4月16号 周深在贵州进行第二次奔跑巴11的录制 结果发生了很多令人意外和不可思议的事情 先是等待周深出现的粉丝们合唱大鱼 仿佛排练过 既整齐又好听 甚至都有节目组工作人员 扛着摄像机过来进行拍摄 录制结束 周深刻意从车上下来 跑到粉丝身边鞠躬感谢挥手道别 现场粉丝也用铺天盖地的尖叫 欢呼声回应周深 参与现场录制的群演爆了一个细节 合唱排练环节 舞台中间有一点垃圾 周深看到默默地捡起来揣在了兜里 据悉周深在这期音乐特辑中 演唱的是你曾是少年 还有在现场用贵州话和观众们打招呼 亲切温柔 力道的贵州话让粉丝尖叫不止 当然少不了从始至终的蹦蹦跳跳 可可爱爱的和大家挥手打招呼 鸡躬至线 借助两个路人粉的微博说一下 这么多的不可思议也是情理之中 一个网友说周深的粉丝太幸福了 本路人今天已经被周深本人和他的粉丝反复感动 决定以后也要个双向奔赴的 另一个路人粉说 刚好在现场 周深是唯一一个从头到尾都会和外面的人互动的 大晚上的谁都累了 但周深还是会活蹦乱跳的和大家打招呼 真的很安抚 真的很安抚 很安抚 看过沙漠的烟火 在迷来遥远的都会坠落 不离开宋明 平时我穿过 有过飞过 运回游过 最难的苦瓜 流水也行 这两天不停地刷到周深的视频和图片 从路透视频看到周深真的好清爽 鲜活灵动 光看路透照片就已经很欢乐了 格爱里没有浮夸和故意 只有朴实和帅真 感觉他参加这个节目真的蛮开心 笑容满面的 开心的游游三岁小孩 太期待跑男的播出了 周深多次成功登顶央视重量级大舞台 屡次见他的身影 这就不得不剖析 他为什么能有这么多机会 在大舞台和大场面里亮相呢 而且参加演出的出场顺序靠后 相信大家应该明白 这背后代表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周深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待遇 不是因为他有强大的背景 而是因为他的实力很强 他在舞台上的气场和感染力征服了观众 得到了观众的好评 也得到了央视和媒体的信任和夸奖 他的独特嗓音加上唱歌的功底 让他在音乐道路上路越走越宽 可以说是一路顺风顺水 人气超高 现在的周深跟刚出道士相比 简直是天壤之别 经过包装 现在的周深更像是一个大明星 不管是唱歌还是表演 都让人赏心悦目 再也不是以前的那种平淡 在这个颜值至上的年代 周深算不上完美 但是只要他一开口唱 大家就会瞬间被他迷住 瞬间他的魅力四射 人品加实力 使得周深的发展前景越来越好 将来周深也将成为走向世界的一个最受欢迎的歌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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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沼山剪头发啦